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抽到大家怎么办 其实呢还是有一些其他的路径可以走的 比如说你没有抽到你想继续留在美国的话 你可以想一想我是不是qualify 适合转成其他的身份 先留一段时间或者是其他身份工作呢 比如说我们做的就是比较多的给客户建议的呢 就是你如果是学生你仍旧想继续深造 你可以go back to school 然后恢复你的F1签证 然后在学校一边读书一边等待来年 我们可以再展对吧 然后或者呢你还有工作 那么你现在没有办法去工作怎么办呢 你的OPT又结束了 那么好你可以到学校去申请CPT curricular Practical Training 那么这样的话你可以在校外打工 还有呢就是说你如果是够优秀 你可以去想一下你是不是符合O1 也就是杰出人才的工作签证 那么还有就是L1 跨公司经理主管的工作签证 那如果你是在国内工作过一段时间 然后来美国求学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你是不是符合这一类的标准 因为它是有两个公司相关的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你看看J1 J1呢是访问学者签证了 那么有些研究人员 他可能会有些机会到一些研究所啊大学啊 去继续工作研究 那么这些大学呢 有可能会发给他们J1的签证 那也可以继续留在美国工作 但是J1呢我们建议的是尽量不要碰 因为什么呢 它有两年回国服务的限制 也就是说如果你以后要办绿卡 你还要去做一个豁免weaver的程序 所以比较麻烦 但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也是可以试的啊 那么还有呢就是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自己已经结婚了 有Pale Pale是H1B 我可以把它转成H4 对吧 在美国继续待着啊 这个来年再看看情况 那么还有一些申请人员 他是PhD啊博士后 这些同学们呢 他就可以想想 我可不可以直接申请绿卡 因为现在杰出人才 你可以直接申请 你在学校还有好多时间 你可以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 来跟律师咨询一下 我呢是大华府地区 小辉国际律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于小辉 在07年的时候成立了自己的律事务所 一直到现在 我们的律所呢主要从事一些非常concentrate的一些area 比如说移民公司商标和意外伤害 对吧 没什么 就是 您 会